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人类灭绝 危险程度不亚于大规模疫情和核战争 350多位AI业界领袖和专家于5月30日发表联合声明 称应当将AI危机视为全球优先事项 呼吁决策者认真对待即将到来的AI革命并制定相关法规 路透社5月31日报道称 上述声明由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国际AI领域 非盈利组织AI安全中心前头发出 联合人中既有目前热度极高的AI顶尖企业 OpenAI的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 也包括正大力开发AI技术的老牌科技巨头微软和谷歌高管 还有获得2018年图灵奖的三位AI教父中的两位 杰弗李辛顿和约书华本集号 许多专家对Chat GPT等技术被用于传播虚假信息 导致网络犯罪的潜在风险忧心忡忡 还有人担心AI可能会取代甚至摧毁人类 AI安全中心表示 尽管其曾邀请脸书母公司加入 但该公司并未联署开声明 此外AI教父之一的勒昆也没有参与联署 AI安全中心主任亨德里克斯还透露 一向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发出联署邀请 他有望本周之内就签名 今年3月另一家非盈利机构未来生命中心 曾发起一份类似的联合声明 呼吁在至少6个月时间内 暂停训练比GPT4更强大的AI系统 包括马斯克在内的许多知名人士 已联署了该声明 近期杰弗李辛顿频繁接受媒体采访 谈及AI潜在威胁 AI问题的紧迫性可能高于气候变化危机 他对美国全国公共网播电台表示 AI的能力超越其创造者的速度 可能比任何人聚期的都快 目前欧盟正在考虑制定AI法